列尾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 有大事发生了 据说梵蒂冈在直播过程中突然大停电 教皇被指控犯下了包括拐卖儿童在内的80多项罪名 并且就连意大利总统也牵扯其中 意大利警察在蓬佩奥国务卿的领导之下 对二人进行了秘密抓捕 与此同时美军的C17运输机突然离开西西里飞回美国 据推设梵蒂冈及部分意大利官员 很有可能参与了美国的大选舞弊 这一切都预示了1月20号有大事将要发生 这可不是小道消息啊 众多国际大媒体都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 因为昨天是梵蒂冈的官方的YouTube的频道 把直播的时候就突然间梵蒂冈停电了 属于这种啊 是不是 这里头肯定是有事 但这所有的事大家知道啊 这里面绝对不可能说 你看这昨天直播的时候梵蒂冈突然停电啊 突然停电这里面没这么简单 一定不是啊 大家想象的你看到的四真四假或者是 虚虚实实这里头 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大事发生啊 所以这里头是一个就是那天大主教说是一个大重启的计划 这个大重启又跟停电有关系 我们之前前几天一直说停电停电跟这个环境啊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一个大的什么巴黎协议 这一系列都有关系 你看今天发生了两点一个梵蒂冈一个大停电都跟咱们这两天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说的有关系 如果说啊你这天听咱们节目了你就知道这里面意味着啥 在任何凡事的地方 我现在被说到是那些人的东西要是 人们应该要准备 缺买的负购买 购买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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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ly being arrested with mike pompeo and italian police and i don't know if it is or not but what i've been told here is that italy was the final piece needed to basically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nato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esident of italy was apparently i'm told an agent of mi6 and he put the full services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a covert mi6 operation agains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gainst our entire electoral process california has already begun to restrict people to 120 mile radius they're thinking about uh you know the the range for being able to get back and forth with gas and not have to buy it um the governors are not under control and not reading from a wrestlemania script they really thought they could get away with this the military was mobilized yesterday it looks to me like we are going to see some arrests i don't know whether they'll be public or not uh i'm told that joe biden is not going to be arrested that comes in the second phase so we're going to go from today until the 19th of january i don't know if president trump will be re-inaugurated on the 19th 20th or 21st but i'm told that everything that he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ck of the deep state will be done while he is still president under his first term which is to say before the 19th from the 19th for another 90 days through to about 4 march there's an entire new phase of cleanup i am not privy to the details but i will tell you this i am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backed up by the u.s military by law enforcement by pastors by of course the trump movement 80 80 percent of america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have a happy ending in the meantime be ready to have five days of no cash no credit card and no internet god bless you all i will see you on the beach 首先让我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抓赛的舅妈带来了人家多么可爱的一个老头啊 人除害的放在那里做一个吉祥物不是很好吗哦对了 意大利是议会内阁制啊总统还就真的是一个吉祥物啊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呀要抓也得抓现在的总理孔特啊 梵蒂冈停电是为了抓教皇嘛 抓教皇为什么要来梵蒂冈停电呢 但教皇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梵蒂冈啊而是住在罗马旁边的甘道夫城堡里面 那边是不是也得停电 而且意大利的警察有权力去抓教皇嘛 这里有一个地理小知识梵蒂冈总面积0.44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梵蒂冈和甘道夫城堡均享受制外法权 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抓啊 在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 那就是意大利对梵蒂冈宣战 哎那样的话呢当年莫苏里面没有做到的事情就被蓬佩奥给做到了 不过毕竟是国际大媒体啊可能也觉得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魔幻了 所以呢他们也往后面搜了一搜啊 但是说大主教被抓啊不是大主教是这个教宗被抓那是百分百假假新闻啊 我们已经通过跟这个相关的已经确认过那绝对是假的 但是有人发这个东西 其实你看所有的关注的焦点就到了梵蒂冈就是英文的事件全部到了这里 那么现在的关键点就在于1月8号到1月9号梵蒂冈到底就没有停电 咱们来看一段素材 这一段就是传说中梵蒂冈大停电的视频 左下角的这个logo就是梵蒂冈的官方logo了 各位去搜Ventican Black God就可以搜得出来 果然啊国际大媒体所言非虚 昔日灯火辉煌的圣彼的光场如今却是暗无天日毫无生机 诡异的气氛让人不由的联想到在这黑暗之下所孕育着的阴谋与诡计 不过那几个光点是啥啊 好像是路灯 那路灯是归意大利馆还是归梵蒂冈馆的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问 咱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梵蒂冈的现场情况 首先打开梵蒂冈的官方频道 这个是1月10号梵蒂冈外部摄像头的实时视频 哎哇塞今天也停电了 难道又要再抓一片教皇吗 既然说到了这里 我就来跟大家普及一点摄影知识吧 想要记录光线必须得依靠光圈和ISO 也就是感光度 光圈越大通光量越多 ISO的高感性能越好 所能记录的画面就越纯净 并且由于这里是录像 所以就不用考虑漫门的情况了 这种户外的CCTV摄像头 光圈一般都不是很大 所用的CMOS或者是CCTV传感器 也通常不具备高感性能 总而言之 就是没有办法拍出那种灯火通明的夜景 并且由于视频是直播的 所以没法直接下载下来 只能通过像我刚才一样的录屏的形式 因此画面会进一步的打折扣 这就是为什么 昨晚我点进去看的时候 它的画面依然是黑的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隐约看到 大教堂窗户上的一点亮光的 不过本着严谨的态度 我还是特地去询问了 我住在罗马的朋友 那得到的答案就是 这段时间都没有停电 对了 教皇昨天还出来讲话了 其实我以前在梵蒂冈见过教皇本尊 我看着应该像是真人 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克隆人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老高可妙见神 本来说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不过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来研究一下 这种傻比罗子白痴的谣言 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 关于教皇被捕的这个消息 主要是来自 也不是主要了 是 唯一来自于加拿大著名的谣言制造网站 conservative beaver 也就是保守的海力 之前奥巴马被捕的传言 也同样来自于他们 至于开头视频中出现的那位美国专家 叫做罗伯特斯蒂尔 他的确曾在1979年到1988年之间 在中央情报局担任情报员 但不是很高阶的那种 后来还曾两都竞选美国总统 当然最后也都推选了 他以前的惊悚言论那是数不胜数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他说 NASA在火星上有一个殖民地 还从地球上抓捕了许多儿童 送过去当奴隶 同一时间流传了 还有罗马封路 禁止所有车辆进出凡帝纲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 那是由于我们现在是处于封城状态 他不封路怎么封城呢 还有所谓的CLC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 意大利是北约成员国 美军在意大利有多个军事基地 他没有飞机离开意大利才奇怪呢 最近这段时间跟梵蒂冈有关的新闻 应该就是教皇的诗人医生 因新冠病毒引起病发症而去世了 当然啦 有些人即便看到这些毫无关联的直言片语 就能自动脑补出后面一连串的阴谋 哎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些逻辑鬼才啊 都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的 你说他们都是单细胞生物吧 可他们偏偏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 如果说他们不是的话呢 他们又缺乏高等生物的逻辑思考能力 而且现在这个编故事的能力是突飞猛进啊 之前是美军突袭法兰克福大战CIA 夺取多米罗服务器 但那个时候呢 最多也是牵扯到CIA主管 没有去抓捕莫克尔 现在就更猛了 好猛啊 对这一块黑屏就可以演绎出梵蒂冈大庭店 蓬佩奥跨国招捕教皇和意大利总统的辉弘巨制 不过我建议啊 下次不要挑这么知名的人物 人家随便出来录个脸 你们不就路线了吗 而且做自媒体这行 对你们来说是太取材了 你们就应该去给诺兰当编剧 这样的脑洞绝对不属于天人啊 你有病 靠这种爆料和谣言 是永远不可能战胜你们口中的专制极权的 因为在制造谣言这一点上 你们根本玩不过人家 而传播这样的消息 只会被人觉得很傻 昨天在电报上说的这个搞笑的消息 竟然还有人劝我要时刻保持质疑精神 尤其是面对现在这些所谓的左翼主流媒体 当然我也同意保持质疑精神是很有必要的 但你也犯不着去质疑史实臭的还是香的呀 那说白了 一定是事先有情报 一定是证据确凿 一定是要预示的 他有什么事情发生 只是呢不方便直接告诉大家 说给个标题 繁体纲将发生如何如何的事情 不可能这样跟大家说 所以希望呢 如果您是一路走过来 看路德社节目的战友 一定可以这个心理神会心知肚明 好 我们下期再见